今课是有关年月日的解栏训练 现在我们重温以前学过有关年月日的问题 看你们记不记得 一年有多少个月呢? 没错,一年有12个月 接着这两个部分就问我们有关 哪一个月份是越大 或者哪一个月份是越少 我们可以用拳头的粒特位置来帮助记忆 现在用左手,压成拳头 由左至右开始一起数 准备好未? 好,开始 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七月大,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十二月大 懂不懂念吗? 现在我们可以做这两个部分了 每年的一月,三月,五月,七月,八月,十月,十月和十二月 都是有三十一日 那这些月份就称作越大 每年的四月,六月,九月和十一月都有三十日 而二月份的日数可能是二十八日或者是二十九日 这些月份我们就称为月少 二月有二十八日的年份就称为平年 平年有三百六十五日 二月有二十九日的年份我们就称为润年 润年多日是三百六十六日 那一星期有多少日呢? 一星期就由星期日开始至到星期六 共有七日 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网上日志 美美和她的家人呢,就到韩国游换 这个是她写的网上日志 那现在问美美呢,在哪一个月份去韩国的呢? 那我们就在日志上面找提示了 现在看一下第一行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 今天是我们来到韩国的第三天 好了,这个提示在这里来了 那她在十二月份来,十二月是越大还是越少呢? 十二月就是越大,所以就是有三十一日 那这里有三十一日,这里三十一日,这里只有三十一日 这里只有三十日,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好了,那哪两个才是呢? 那再看这个提示了 二十五日是星期一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二十五日是星期一 这个二十五日是星期一 那现在你知答案呢,就是这个了 好了,那我们再看B题 这个月份是越大还是越少呢? 我们看一下了 有三十一日,那就是越大了,对不对? 好了,这个是越大,是有三十一日 我们现在继续回答有关美美网上日志的问题 诗题,那问美美在哪个时候来到韩国? 那我们看一下提示 2006年12月25日,星期一 今天是我们来到韩国的第三天 那就是25日的前三天 25日的前三天呢 1,2,3 就是第一天来到韩国 美美在12月的23日,星期六来到韩国 最后一题 美美新一年的开学日呢 是在哪年,哪月,哪日 好了,他什么时候开学呢? 我们看提示了 他会在元旦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后,第一个星期三便要上学了 即是元旦后第一个星期三便要上学了 即是元旦后第一个星期三便是开学日了 那元旦是几月几日呢? 就是1月1日 12月31日呢 就是2006年的最后一日 所以 1月1日呢 就是这里1日 新的一年 1月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是吧? 好了,那他在 第一个星期三 这里星期三 即是3日 所以他新一年开学的日呢 就是在 2007年的 1月3日 1月3日 我们继续填一填下面的月历 然后完成各题 这是2015年3月 3月是越大或越少呢? 我们一起数一下 1月大 2月小 3月大 3月大 应该有多少日呢? 应该有31日 是不是? 继续填 27 28 29 30 31 好了,接着 3月共有多少个星期五呢? 1 2 3 4 有4个星期五 2015年 报读了一个为期六日的接纸课程 这个课程呢 就由3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开始 就何时结束呢? 好了 看下 3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在哪里? 3月的第二个星期三 即是11日开始 好了 那为期六天 那我就要数了 1 2 3 4 5 6 那就是这日呢 就完结 所以它呢 就是在3月的16日 星期一呢 就结束了 那现在考下你 10月份共有多少个星期四呢? 那10月份是越大 还是越少呢? 10月份是越大 所以是有31日 好了 那一个星期呢 就有7日 那我们现在看看日历 第一个星期四呢 就是3日 3加7呢 就是10 第一个星期四是3 第二个星期四呢 是10 第三个星期四呢 又是10加7呢 是17 第四个星期四呢 就是17加7呢 就是24日 那24加7呢 就是31 那需要不需要再加下去呢? 不用了 因为31呢 已经是最后一日 数一下 123 4 5 共有5个星期四 我们再继续做第二条 6月10日呢 就是星期二 那6月17日呢 是星期几呢? 我们看一下 10日和17日相隔多少日 是相隔7日 那相隔7日的呢 6月17日呢 也是星期二 第三条 2003年是平年 平年2月呢 是有28日 那这一年的3月1日呢 是星期一 那这一日的前一日 是几月几日呢? 是星期几 3月1日的前一日 即是2月的最后一日 即是2月28日 那星期一的前一日呢 就是星期日了 我们来到总结了 那我们知道一个星期有7日 所以如果知道一个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 或者其他日子呢 是多少呢? 那不用翻查月历呢 我们都知道 第二个星期六是多少 第三个星期六又是多少 那记得做 练习吧 再见